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虽然我们的记忆对那些经验可能是已经很模糊了 那比如说童年的一些生活片段啊或者一些遭遇啊可能已经很模糊不清了 但是在人的心灵里头却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的消除掉的 而它造成的伤痕就是这样的深深的流了下来 圣经说 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 是的 心灵的忧伤会消耗元气 夺取生活当中的主动性和人生的许许多多的喜乐 因为心里的忧伤它在不断的侵袭着我们的生命 那我跟他讲了几个例子 说明怎么样会导致离弃的呢 从以色亚书的五十四章里面 我们知道 那个幼年被娶的妻 被她的丈夫所离弃 那其实有时候那么倒转过来 丈夫被妻子离弃的也有啊 那无论是被离弃的是哪一方 是丈夫或者妻子都好吧 痛苦都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另外我也跟你讲过了 伤痛怎么样从孩童时代产生了 有甚至是远到刚出娘胎的时候 这种伤痛都会给人留下一定的深刻的伤痕的 一个婴孩 那他在母亲的肚腹里头 但是呢母亲就不想要他了 就说有不要他的这个意念了 就可能因为他是一个不合法的婴儿 按照国内的情况就说 他是超计划以外的孩子吧 那有可能是因为父母 已经有了一大群的子女了 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来养活 已经出生来的这个世界上的子女了 所以就不欢迎那个还没有出生的一个 因此那个做母亲的在怀孕的期间 对婴孩的存在是保持一种很消极 甚至是很憎恨的一种态度的 那这个婴孩因此也就是在出生以来 就有被离弃的感受了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不被人欢迎了 又或者是孩子并没有接受他的双亲 特别是父亲热情的关怀 这样也可以使他受到创伤的 那有时候父母是确实是爱他们的子女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出他们的爱来 于是孩子就不能够感受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了 而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当中 那比如说父母有四五个五六个子女 这样的多子女的家庭 就会常常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这么多子女当中啊 其中有一个是特别受到父母的宠爱的 而另外一些呢就受到冷落了 那些得不到同样关怀的孩子啊 就会觉得哎呀他们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了 那今天我要继续跟他讲到离弃的结果 我们要怎么样认识在我们自己 呃跟别人身上存在的有关这个难题的问题呢 那我想首先简单的重复上次节目时间 我跟他讲过的一个定义 拒绝或者是被离弃 那么他的反义词就是接纳了 如果我们没有被接纳感 就没有被人家接受的那种接纳感 那我们可能啊就有被离弃感的存在了 因为事情总是这样的 你不被接纳 那相反来说那一边就是被离弃了 关于离弃这个词 那还有其他的形容的方法了 离弃就是一种不受欢迎了 被拒绝千里之外了 这等等的这种感觉了 没有自我的价值了 没有归属感了 自己只是觉得是 哎呦我是永远的处在某一个门外 不被人家接纳 那当我一直在讲这些形容词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心里说 嗯对对对对你说的 这个正是我现在的问题啊 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后果吧 我相信最主要的后果 那就是不能够接受或者说传达爱心了 我相信 我们没有一个人懂得传达爱心 除非我们首先接受过别人的关怀 那事实上 新月圣经里头的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 经文这样说过 我们爱 因为他指的就是神 先爱我们 我不相信一个人懂得爱 除非是他曾经被爱过 我刚才说了 他懂得爱人 因为他首先被爱了 你相不相信呢 那结果 一个从来没有被别人爱过的人 是不会传达他自己的爱心的 而最可悲的呢 这个现象是一代一代的继续的往下传的 一个小女孩出生在一个缺乏爱的家庭里面 他就觉得被人家离弃了 那他不能够去传达爱心了 当他结婚成为人家的母亲之后 生了一个女儿 他不能够懂得怎么样去关心自己的孩子 因此他的女儿又经了他一样的 就是同样的困境 有被人离弃的感觉 然后又长大了 也变成了一个拒绝人的人 因此 这个很可怕的问题就一代的一代往下传了 继续下去 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曾经对一些人说过 那你听着啊 无论如何 这个悲剧一定要把它切断 一定要很好地对付它 为什么你不下决心 从你 就从你现在 从你本身开始 切实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此 你不要再继续地离弃别人了 又把这个痛苦往下一代传了 不要了 千万不要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二个离弃的结果 我就觉得 通常的人呢 当遇到离弃的时候 一般的说可以有三种态度的 第一种态度就是投降了 就是向现实投降 第二种态度就是自卫 那自我保护起来 第三种态度就是反攻 就是啊 以行动来反击对方了 那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看那些投降的人 也就是说 刚才说的采取第一种态度的人 这些人呢 他们往往会说啊 哎 我不能忍受了 生活实在是太艰难 太艰难 我无能为力呀 在我帮助过这些人的经验里头 我知道被拒绝的感受 会带了一连串的消极的情感 和一些处世在人的态度的 通常来说 被离弃以后 他一连串的一些 一些东西 问题产生啊 他的次序是这样的 首先 遇到了被离弃 于是就生出了寂寞 然后寂寞又生出了困苦 因为困苦就产生了自怜 接着就是情绪低落了 然后情绪低落就产生了失望 或者说绝望了 那如果失望的情绪没有制止 继续往下发展的话 那最后的结果 那肯定就是产生对死亡的倾向 或者说干脆他就自杀了 那我们要记住啊 这样的想法不单是一种消极的情形的反应 而更可能是撒旦在施展他影响的力量了 倾向走上死亡的道路 不单单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啊 而是那毁灭者的邪灵 在人的心中运行 我已经跟他讲过 第一种被拒绝的反应 他们是投降 那这是第一种 对被弃绝的态度是投降 那这种人往往说啊 哎没有用的啊 我不能够抵抗 我只好放弃了 那么看看第二种反应呢 那就是自卫了 很明显的 他们没有投降 他们在自己的旁边呢 就住起了一些围墙 制造一些面具 进行掩饰他们内心里头真正的痛苦 或者是增长 那可以换句话这么说 他们是冷漠的 他们看来啊 外表上是很活跃的 很健谈呢 但是他们的声音里面 却是空洞的 对一个妇女来说啊 她可能啊 过分的去打扮自己了 装扮一下自己了 很多一些 看起来是很照做的一些动作行为 而且在声音上表现是 感觉的很大 但是呢 很不悦耳 也可以说是很不好听 是吧 她故意要表现出 她是很快乐的 就像她从来没有受过人的伤害一样的 或者是 哎 蛮不在乎的 在她心里头呢 真正的声音就是 嗯 我曾经严重的受到别人的伤害 我不要再给任何人这样的伤害我了 我不会给任何人这样的机会了 没有人可以接近我了 没有人可以再伤害我了 因此 她就在自己的身边呢 就造成了一道道的围墙 给自己戴上了一个冷漠的面具 不真实的快乐 那这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那么第三种的反应就是 出自那些反抗的人了 他们变成了攻击者 事情发生的次序可能是这样的 首先是愤怒 跟着就是怨恨 再跟着就是反叛了 圣经说 背叛和邪术是互相牵连的 所以在叛逆之中 通常都会产生一些很乖僻的行为出来的 那现在的年轻人 常常带于一种愤怒恨恶的一些反叛的情绪 他们并不是因为物质上有什么缺乏 或者是怀恨呢 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感受到真正的被爱 那通常是父亲忽略的 虽然说有些父母亲呢 他们可能很有学问 很有钱 环境很好 但是他们的子女 最缺乏的就是他们所渴望的父母亲的爱了 那由此可见 缺乏爱产生被离弃 他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了 好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在下次节目时间 我将继续跟他讨论离弃这个主题 欢迎你到时收听 愿神祝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